一个资料夹 每一个Seqlite范例的资料夹里面都有个程式 不外乎就是介面 介面这边 到这边 应该会贴吧 这个应该已经很舒服 而且你会发现 你把它贴到Enjoy Studio里面也OK 他们两边是相通的 第一个就是我会用Table Row 所以Table Row把它加上去 因为我的版本比较之前旧的 所以我要把它重贴过了 贴上来 你会发现旧版是黑色的 那新版的就很白色的 那再来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基本上如果贴上去 然后 把它弄一下 那因为这一题 程式稍微比较冗长一些 有些可能你可以做的你就先做 那你不能做的比如像资料库那部分的话 恐怕以后你可以拿来当成范本 就是该知道加哪些就OK 那主要就是要把什么 把那个Database给建立起来 然后建Table的整个流程 有些东西可能要 把它背起来 其实有点困难 那比如说第一个 我在启动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呢 建立这些 建立什么 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新增 四笔资料 所以我的点 等下动作 第一个 多这些 那其他的话 包含就是 宣告物件 像画面上面有 这个不用 123 然后一个List View 这个都要 另外还需要一个Database的物件 这个变成说多的 所以往后 你们只要在 程式 设计 界面 只要需要 储存 资料的时候 把什么呢 把你可能 做过的动作 或者使用者做过的动作 存起来的话 有需要 储存的话 那可能 就会用到 资料库 那怎么样 新增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这些资料 怎么怎么建立起来 OK 首先第1个 界面应该没问题 那第2个的话呢 把那个 这个 MainActivity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当然 我们 已经做了这么多 的程式了 基本上呢 我的 原理原则都一样 第1个 在EssenceActivity下面 一定要宣告物件 宣告哪一些呢 宣告画面上会用到的 有一些是看得到的 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包含哪一些呢 这1234 所以 这个 两个 两个button 然后一个ad test OK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是对应这个 应该没问题 然后 第2个的话呢 是什么 资料库 对 那资料库特别注意 看不到的 不过 这个反而更难 以后如果说你要建立 Database的话 需要哪一些东西 第1个 Corelight 这个类别 那当然上面一定会引用的 他如果你 你上面一定会 import import这个东西 那名称的话 物件名称我叫db 预设值给他弄 好像不给弄 也没关系 好的样子 那这一个 物件呢 主要用途是什么 就是要建一个Database 用这个物件 才能建立Database OK 第2个的话呢 建立一个Cursor 这个Cursor类别建一个Cursor的 物件 这个物件是做什么呢 就是建立那个Database里面的 Database里面的Table 因为一个Database里面有很多Table 我们利用他 才可以去跟Table做沟通 所以第2个 一层 第2层 OK 这个Cursor里面当然呢 还有很多的栏位啦 比如说这个栏位好像有三个吧 你就要划分 好 接下来的话 Seql语法 Seql语法是做什么用途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当我建立一个资料库 我在启动的时候要做什么 要CreateTable CreateTable就是说这个资料表原来不存在 我要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语法一定是CreateTable 这个固定的用法 那后面加一个If Not Exist 如果哪一个呢 这个Table是 这个资料表名称叫Table01 如果不存在的话 再去新增 可是如果已经存在就不要新增了 所以 大概都是第1次使用一定要新增 那里面的话有哪一些栏位呢 因为这里面的话我需要有 一个是ID 然后一个是Name 一个是Price 就刚好是这个 这个是编号 所以对应到这个 ID 第2个是Name 这个是Name 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这个香蕉 第3个是Price 对应到价格 所以有3个栏位 OK 那特别主要 因为我们不是重点 因为资料库 我想你至少要有个基础 我们就不是细讲那个资料库的那个结构 因为每一个资料库大概就差不多 里面不外乎就放什么 不外乎放整数 不外乎放有辅点的 就是有小数点的 不外乎就是放字串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就多一个什么 像Name的话是一个Test Test就是放文字 然后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就Integer 那如果说你是那个像什么 有辅点的 有小数点的 那用Double OK 那这个请你参照一下 一般在书里面 或者你找一本有关那个 CCO9资料库的资料形态 那你就知道怎么去下 那个上面的资料形态了 还有 第1个是Key 它除了是Integer之外 还多一个PrimaryKey PrimaryKey是什么 主Key 就是不能重复的 唯一的 OK 另外如果这个Key 它要自动产生的话 后面要加一个什么 Auto Increment 有没有 这个好像前面有做 那也就是这个栏位 你不用刻意 丢值给它 只要有多一笔 它就自动 帮你编号1 编号2 编号3 编号4 一直5 6 7 8就对了 如果中间砍掉 它不会不管你的 反正就一直往下就对了 这个叫AutoIncrement 所以以后 你们如果要建立那个 资料库 再 先检查一下 这个Table存不存在 不存在 就建立 建立的话你给它 哪些栏位 OK 这个有点像以前 如果你有学过 SS的话 应该 应该会吧 建立一个 设计 检释吧 然后 栏位名称 选一个 资料形态 然后选3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 空的Table OK 所以 产生一个空的Table OK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做什么呢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 等于是 多了一些东西 其实这一段 就是 建资料库 物件跟资料表物件 还有建立Table的语法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连结 我想连结部分 应该跟前面一样 就是 这个有总共有四个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不会意外 这个应该不用多讲 那再来的话 可能需要讲的就是说 当Uncreate的时候 就是当什么 当这个App 被叫起来的时候 那我除了说连结这四个 这个 四个之外 还要在做什么呢 建立 一个资料库 为什么 这个地方怎么样建立资料库 特别主要 也是 这个有没有印象 Open Or Create Database 这个语法上个礼拜用过 反正呢 以后 你们要建立资料库 一定都是用这个语法 因为一个App 刚启动的时候 一定没有这个资料库 那你必须怎么样 先产生一个空白的资料库给他 怎么产生呢 Open Open意思说如果有存在 就打开 如果不存在 就Create 因为我们第一次一定是Create 名称由 你自己去决定 也许Db1 如果说将来 如果你的资料多的话 你可以Db1 Db2 Db3 不过以后的话 资料都会 就会变成不同的资料库里面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 建立在 这个资料库 第1个 外部的资料库要有 然后 我们这边的话呢 相关的参数 我们 给2 这边为什么给2呢 实际上这边有 有没有 它有总共有一个是Name 一个是Mall Mall的话呢 如果是2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0的话是这个 2的话是应该是 Writeable 或者你可以用这个 叫做 Mall的 这个 Ctrl C 如果你不用2的话 你可以这个 贴上也可以 就叫做 Mall的Write 这个Writeable Writeable 可以写入的意思 那 再来的话呢 这个 Name 应该就是Factory 这个不用 没关系 所以有三个参数 这个好像前面也有讲过类似的 接下来的话做什么呢 已经建立一个资料库了 有点像建立ss 第2个我已经有个table 再来做什么呢 把4笔资料放进去 那4笔资料呢 就是香蕉 西瓜 梨子这些 怎么新增呢 特别注意 接下来 我要先建立那个 建立什么 建立那个 资料表 所以 isq 这个 Create table 其实这个Create table 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刚刚上面这个语法 有没有 其实上面这个地方 他其实原来只是一个字串 他还没有被执行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请你在哪边执行 在这边执行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在上面执行 当然不行啦 为什么 因为资料库还没有建立啊 所以一定是什么 先建立一个资料库 才是去什么 建立资料表 他的阶段上 资料库 里面会有资料表 资料表 那我们同步的已经建立三个栏位 所以有三个栏位之后呢 才可以放4笔资料 那怎么样把这4笔资料放进去呢 可以用这个语法 叫做 Execute什么呢 Insert Into Table Name Name就是那个名称嘛 Price Value 香蕉 跟价钱 一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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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把它新增进去 那当然如果说你将来这个资料从云端 或者是从别的地方 的话 那怎么样 你可以跑一个回圈 像Jetson 像刚刚同学之前有说 一个Jetson 你可以解析把一个Jetson 放在一个Jetson物件里面 然后再用解析跑一个回圈 For each In 这个object里面 然后再把里面的东西 解析出来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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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呢 就会从云端里面 通通通帮你把资料 写到哪里呢 写到你的app里面 那现在 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很多 都是Jetson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取用Jetson 像那个 什么Uby 有没有 你查一下那个开放资料关键字里面 大概第2笔吧 就是台北市的开放资料里面好像热门的 大概就Uby 借阅 或者是像什么 停车资讯 比如说你想要取得那个什么 到底台北市有哪些 地方还有停车位 那你就可以 也可以连到他的Jetson 把他抓下来 不过这个可能有点难度了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 那如果你要加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 取得的Jetson 物件 放在这里 他就可以一笔一笔的塞进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四笔资料 塞进去 应该可以理解吧 到这里为止 那这个资料库库份的话呢 我们就建立起来 之后的话 再来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 把所有的资料 通通通都 什么 塞 因为我已经建立好 这个Table 然后呢 里面有四笔资料 那接下来的话 怎么样呢 我要把 这个资料 通通都 查出来 并且在塞到 ListView里面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 有个 GasAll 的一个方法 这个GasAll的话 就是把它查回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 Cursor 那这个 Cursor 特别注意喔 因为我现在资料是放在Table01里面 可是要放在 记忆 要放在ListView里面 必须要先放在Cursor Cursor就是有点像是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 虚拟的一个表格 我把 资料表 抄到记忆体的虚拟表格 才能够再抄到哪里呢 抄到ListView里面 这个观念应该有啦 OK 那里面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就是 GasAll 其实GasAll的话是一个方法 我们往下看 这应该是在下方 这边有个叫GasAll 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把Cursor 怎么样查出所有东西呢 那因为它这边有个返还值 返还一个Cursor给它 所以 丢回去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function 丢回去之后丢回去一个Cursor 那这边的话我是利用什么 这边一样是建一个Cursor的物件 然后呢利用什么 DB DB就是database 那个物件 它有个叫roll query rollquery就是去查询 查询什么呢 select 所有 其实不是所有的 select 这个 id 就是编号 然后id 再加个点 再加一个name 这个串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符号是什么 串接符号 也就是说把id 再加一点 再加一个name 然后呢 重新命名一个叫什么 就叫pname 所以返还回来 有没有 前面的部分呢 是串接 后面是串给 后面那个名称 所以将来抓的话 是抓后面那个名称 这个有点像是 别名的意思 产生一个别名 那这个别名的话 就是id 加一个点 加一个name 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因为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不是有个 有没有 这个 id 加一个点 加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 当然我将来要显示成这样 所以我就把这个 先组好之后 先放给这个pname 将来用pname来代表这个 ok 那这个pname 实际上本来没有这个栏位名称 那我们等于有点像 取一个别名 ok 好再把price from哪里呢 from这个table01 所以这个应该看得懂吧 这个我想是 Seql语言的 比较基本的应用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 Seql语言不太熟的同学 恐怕你要看一下 Seql的语法 相关教学都有 其实 无论是Seql Lite也好 其他的那个像什么 Seql Server Oracle 都用一样的 MySeql也是一样 OK 那查出来之后的话 把它return回来 所以我就取得什么 取得一个cursor 再来的话要做什么呢 就是再把它塞到 列搜尾里面 所以这边 我有一个叫做什么 update adapter 因为我现在已经把这个东西 放在虚拟的 虚拟的cursor里面 还要再怎么样呢 把它update 所以这边 传给他一个什么cursor 就刚刚的东西 然后呢 我在这边 建议一个叫update adapter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在底下 它是一个void 这个void 就没有回传值 要接收什么 接收一个cursor 所以接收到之后的话呢 要怎么样 可以 把资料放到 下面这个list view里面 其实上个礼拜有讲过啦 不过可能这个 比较难一些些 因为呢 一个list view里面 要显示资料的话 如果是文字的话 是array adapter 还记得吧 如果是 有文字 又有图的话 图的部分要加一个 像base adapter 有没有还有印象吗 base adapter 那如果是 跟资料库 连接的话 要用什么 要用 这个叫什么 simple cursor adapter 反正就是一个连接器 连资料库用它就对了 不能用别的 你不能array adapter 因为array adapter 不行 OK 然后呢 这边会产生一个adapter 再来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把资料 再丢 丢进去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需要几个东西 adapter里面需要list 需要它的那个 画面 一个view 再来的话 就是说一个cursor 接下来的话就是 把相关的 栏位 包含就是这个pname 然后一个price from 从这边 塞到哪里呢 塞到我们产生的这个view里面 不过这边我们这个view 这个view我看一下 这个叫做simple list 车 这个是android里面的 android里面的那个 范本 叫做simple list list item 这里面的话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上面这个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版型 这个版型是长什么样子呢 长 上面这个样子 这样子 然后切割开来 上面放一个东西 下面放一个东西 然后呢 上面放的东西的 它的资料来源这个是from 这个是from 这个是from这两个 一个是我的什么名称 就是上面的名称 下面是它的价格 然后呢 放在 这一个特别是要 底下这个android开头 有没有 实际上指的就是它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版型里面有没有 它就是长这样子 上面放一个下面放一个 上面这个叫test1 下面那个叫test2 那我就把 这两个资料 塞到什么 这个版型里面去 所以test1塞进去 test2塞到这边 那因为呢 它是一个adapter adapter是 有点像 组笔组笔的 所以它一个 资料就放一个版型 那一个版型里面的话 有两个资料空间放进去 那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这样的话整个就放上去了 应该 懂我在 讲什么吧 这个 可能 版型又是不同的 很简单啊 把这个版型 它是外部的嘛 就是在android 还记得放哪里吧 有没有 它把那个 搬到哪里呢 搬到里面来 然后再修改就好了 我可以有印象吗 如果没印象的话 请查阅 前面的那个影片 应该是在那个什么 List view 如何更改颜色的 我们本来 我说List view 不能更改颜色的 那如果你要更改颜色 是不是要从外部 取得那个版型 那那个版型 请你找一下 是这个 是2的 直接前面好像是 一行一个版型而已 这个2是有两个版型 是不是有点抽象 其实就在哪里呢 在那个 我们的 我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 路径 应该是在 我是放在Eclipse里面 的这个 对不对 然后 Pattern Forms 里面的 10的版本 的Data Data里面的Resource Resource里面的 Layout Layout里面的 S开头 这个 Simple 好不好 这应该是什么名称 Simple List Item 2 所以 Simple List 往下再卷 Item 2 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 搬到里面 像刚刚同学问的 这问题很好 因为其实 说真的 这个在考验 有点在考你的记忆力 就真的这个 在哪里 这个 不是 这个 然后怎么样呢 再把它 这个 搬到哪里呢 搬到你的Layout里面 放开 他问你要不要Copy 是 这边的话你可以 把它删掉 Android开头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 Android开头是在外部 那因为现在已经搬进来 所以 你把它Delete掉 那这个时候也不会Ello 但是你如果没有搬进来的话 你就会错误 因为 它找不到这东西 OK 这个是一个版型 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个版型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Test 1 Test 2 有没有看到 就长这样子 所以 它实际上 就把那个版型放到那边 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放进去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三个资料的话 比如说你要放 三个 旁边再放一个的话 你再做一个版型 Test 1 Test 2 Test 3 如果四个也可以 如果说将来要放个 图的话 有没有 也可以 不过更复杂 这个就是Base Adapter 请各位参阅 如果要加图的话 请参阅 应该范例例设4 不过这个其实是 真的还有点复杂 我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不知道的话 真的就是回头再看过 OK 所以请各位 把刚刚我讲的部分稍微再 转一下好了 然后我 sauce已经都放在云端上 主要我是 让各位理解 到底我们在做什么 那等一下 我会再把这个 sample修改一下 因为你可以找别的资料 我是放一个成语 假设我今天要查一个成语 然后我 先建一个成语的table 然后再做一个关键字查询 就可以利用这个来盖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把它关一下 底下的话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这边update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把资料 通通塞进去了 那等一下再来讲查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这个地方 变成说 除了 那个 我们前面 把前面讲过的那个 基本的元件设计 最难的应该是 Listervue 所以如果你对Listervue 那个章节不熟的话 你就回头再看一下 另外再加上资料库 也就是说 最最可能最容易 不能理解的 应该是那个adapter 那资料库记得是用 simple cursor adapter 然后去连 连的时候他需要 几个资料 其实这个 一般的书里面 也没有写得很清楚 最重要就是说 一定要一个什么 control 也是mvc 所以第1个是 它的context 就是它的c 是谁 由谁控制 然后有一个v 是哪一个view 然后再来 资料来源 因为有两个栏位 放进 两个view 所以那个view的栏位 就是在下面显示出来 所以 from 上面是from 下面是to from哪个 应该叫m吧 底下的话是资料 然后放进 要放的位置里面去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查询 试咬 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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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楼